這個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你看如果 以後如果甚至 你那個ACCDB 假如說 以後要給別人 甚至你只要有 買一個授權 這樣會不會 就夠了 其實我覺得 目前來看 它只是 就是一個動作 新增資料庫 再來你就可以不需要了 所以是不是說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乾脆新增一個資料庫 然後放在一個地方 以後就下載改一個檔名 不就也可以用了嗎 對啊 那要SS幹嘛 對 所以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SS主要就是幫忙 新增資料庫 就這麼一回事 目前如果你假設要這樣 你就是新增一個 丟在一個地方 拿來用就好了 也可以 再來如果說 假如說 你們公司可以允許安裝Server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延伸在學習所謂的MySQL 只是說MySQL的話 需要用一個懶人包 因為它其實設定還蠻複雜的 那如果你想要多知道如何設定的話 當然我有提供一個 叫做Sample的一個 這個其實Sample 它基本上也是一個懶人包 它基本上就是把 不只是MySQL 它裡面其實可以架Server 也就是說 你如果要架一個MySQL 一般還是習慣上 會把一些相關的東西 全部都準備好 那因為這個是整包的 所以呢 可能要按部就班 把這個Sample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呢 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的話 執行這個 先點兩下 再執行這一個 它就跳出這個東西了 那如果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如果你要 run那個MySQL的話 因為它 它的管理介面 是放在那個 一個WAVE 一個APACH的介面 對 所以你一定要run APACH 然後也要run這個My 所以這兩個一定要STOP 把它啟用起來 然後 再來的話 就是更改一些設定 這個設定 這邊不改其實也沒關係 你可以到買 它是用那個 APACH 就是WAVE的介面 管理一個什麼 它用PHP MyAdmin的管理介面 然後可以讓你在這上面 新增資料庫 然後新增資料表 然後你就跟它連線 至於細節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 這個資料 或者是說呢 你也可以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如果細節部分 其實因為這個是我之前 教那個PHP的課程 因為PHP跟MySQL幾乎是 是同一掛的 同一個套餐 所以如果細節部分 你想知道更多的話 你可以找這個 PHP與雲端資料庫的 這個教學懶人包 這裡面的話 就是會教你更細的 從第一次 主要是這個 打造這個PHP與MySQL的環境 這個連結你可以點擊 有更細的一些截圖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影片 如果因為這太多 可能要講短時間內 可能沒辦法講得很詳細 而且會佔用滿多時間的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因為這邊總共 我總共有好幾個單元 甚至你可以拿它來做一些購物車 都沒有問題 做新聞導覽等等相關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的話 就給各位當成一個延伸的部分 另外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要跟MySQL連線 我剛好講到有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程式裡面 剛剛這個provider有沒有 還記不記得 mycount.open有沒有 後面這個provider 它這個是已經安裝了 但是MySQL的這個 應該可以講它的驅動程式 它是有額外安裝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沒有裝 也連不上線 那怎麼辦?沒關係 這邊有兩個 一個是32位元的 一個是64位元的 那這個跟什麼有關? 跟你的Exail版本有關喔 所以如果你Exail版本 假如是64位元的 那你就裝64位元的 那你就裝64的 如果你是32位元 那就裝32位元 那同意說 老師如果我不知道呢 沒關係兩個做裝 這樣就可以了 不然你可以從哪裡 我記得好像可以從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 這邊是不是可以找到 說明是不是 這個帳戶還哪裡 這邊關羽啦 有沒有 我們是2016的嘛 然後關羽這邊應該 是64位元有沒有 所以你要裝就要裝64了 那這個版本跟你的Exail版本有關喔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跟各位講一下 再來的話呢 待會我們就要延伸 繼續再來看第四個單元了 那第四個單元 請各位再開啟那個問題04的這個練習題 那這題就很簡單了 其實也可以拿來當資料庫啦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開啟它 那這邊有123月第一季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123月的資料 全部幫我匯整到第一季的話 怎麼做 OK 這個123月 那以前的做法是什麼 有個要放這裡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C 對不對 然後第一季Ctrl V 然後再來一樣 第二月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C Ctrl V 那當然如果你的資料量很大的話 那當然就很浪費時間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把123月的資料 快速的一鍵完成的話 該怎麼做 這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這個方法的話 就是點Copy 然後呢放到哪裡 Distination 如果你會的話很快喔 程式不多 我跑個回圈應該很快就解決了 請各位試試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一下這個問題04 那我剛剛講的部分問題03也有了 只是說關於MySQL部分難度會比較高 所以我就給各位給個方向 如果你回去試做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提出來 再來這個問也沒有關係 可以試試看喔 那待會的話就是針對問題04的123月 幫我把他最好一鍵就可以完成 合併到第一集 該怎麼做喔